而且我在香港 你碰到各种的收费问题要投诉 我们这门闹是一种策略 我后来发现有其他的策略 也有效的 第一种是 教教我省劲的办法 第一种是什么 讲英文 换一个平台跟他讲英文 他很奇怪 香港就是比较歧视 比较从洋 他就扔了 可能他一般都不太会用 妥当的英文来回应你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亮给你了 只好说OKOK Sorry 当然不一定百分百有效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讲英文 结果对方英文讲的比我好 好太多了 我只好说Sorry OK 不投诉 不投诉还赔钱 另外一招这几年 我觉得有效 是真实的 因为去香港一些店买东西 有时候餐厅也好好 服务不好 有时候我会故意这样说的 我说怎么香港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也是很动人很悲情的跟他讲 有这种胸怀天下的感觉 然后摇摇头 我觉得对方他坦白讲 他服务态度不好 可能有他的困境 比方说客人很多 一天要服务好多人 或者说真的碰到很多无你取闹的客人 对不对 他有时候忘记了 然后或者说觉得我们没有要求 觉得就拿东西 端了一杯东西 就丢了就走了 我们是期待他这样子放下来的 这样才叫服务 然后通常我一讲说 怎么香港会变这样子 或者香港沦落到这样 那他数据就香港人的尊严 没错 他真的会扔了一下 然后转头过来 服务态度就好了 变好了 真的我就直接说 然后有时候加多加一两句 就说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 香港不应该是这样 很有效 但我跟你讲 这个也是看地方 我们不要忘了香港还有另一面 香港另一面是什么呢 你刚刚说杯子 给你一个杯饮料 该是这么来 怎么会呢 你不要忘了 香港最多大陆游客来的几家名店 茶餐厅名店 杯子是这么来的 你没见过吗 就吸的手指插进去 然后你跟他说 我一直跟他说 我说不要这个手机要拿 然后他说 然后他跟我说不烫 你还知道吗 就是有游客 第一次来看到 这个饮料奶茶是这么来的 手指都泡在那边 洗他手指再到你嘴里 跟他讲 怎么了 不重要 国局啊 就是说过主 就是说不高兴去别家店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还有另一面 就香港式的服务 大家都是以为 很多游客来香港都觉得 应该得到好服务 其实不是 感觉现代化嘛 不 香港的另一面就是 其实真的是有很多服务很糟 并且这种服务招 是大家心甘情愿 被他服务招的店 对对 比如说有些店 香港很多名店 尤其那种吃面啊 喝粥的店 好几家这种店都是出了名服务态度招 然后大家还要去 就是他家东西真好吃 乃至于久而久之 甚至这个东西会成为一种神话 我见过几个有名的美食家 一些老前辈 就写说 这家店服务态度极恶劣 但是他能那么恶劣 就说明他家东西真好 对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神话了 有时候在你们专栏作家的笔下 有写出一种受虐的快感 对 哎呦 骂得我真舒服 这个就让我想起来 是不是伦敦唐人街 过生亚 是吗 旺亚 旺亚 哇 那年去伦敦 你们有去旺季啊 中餐馆 唐人街 那是十明天下的餐馆 云吞命 对 什么都有 插销饭也有 那唐人街 很多老外都去 而且很多伦敦人觉得 一生起码得去一回的餐厅 他那个盘子上来 飞盘一样 恨不得要你去叼 然后呢 什么态度极为恶劣 然后但是门庭若势 那为什么呢 后来我就看到很多老外在写 就是说 为了就是要去见识这个 就是到底有多恶劣 对 文化 成了一种小文化 没错 而且这也是香港人开的 也就是说香港其实是有这一面的 不要以为他真的就是得对你服务多好 所以就是说如果以后有人在香港得到差的服务 就不要抱怨了 我们平常也是 这不是我看到很多有些游客说什么被香港人歧视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谁去都是那样 没谁他们客气过是吧 所以你说这个服务和这个被服务 文道我记得过去这个徐老师经常说呀 之前的一种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上的人都是理性的 比如说你一定要买便宜的 对吧 你不会故意找别扭 不会故意找骂你的店去吃 这叫理性嘛 但是后来又出现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呢 就发现了生活中充满了非理性的现象 那流量是什么呢 流量是不是一个非理性的一种循环呢 我现在觉得就是你今天在中国你做任何事情 你跟别人谈 第一件事情人家跟你讲流量 对不对 就是好像你今天活成一个人 就是你要么是能够 我们讲那些带货的人 就是你要么你是那个能吸流量的人 要么你就是个贡献流量的人 现在社会上就这两种人嘛 大家都在这个流量的圈子里面 对 然后那东西你要不要 其实你也不是很清楚 然后你就会扑上去 我前两天刚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 在那个就在那个机场免税店 我是帮人带东西 我真的我最近是什么 我没有任何东西 就我想买的 我看到那个乌鸯鸯 那个队伍排着 哎呀我想这些 你们都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 然后真的就说肯定 他们买的都是那几个非常红的款嘛 你真的需要吗 他们跟你一样啊替别人买啊 好吧 你也是带货去嘛 对啊 大家都是有同样的目的来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流量的这个圈啊 这个怪圈把你弄的就是一种 一种非理性消费 你关注的是那几个东西 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 哎 就是非理性 所以为什么为了讲理性和非理性啊 非理性是带来流量的一个招 非理性有可能是你发自内心的 但也有可能是被别人忽悠起来的 有一位女士 历年来在淘宝买了904件那个衣物 对吧 然后呢 最近呢在五一节之前买了18件 买完之后 因为淘宝人家服务有一个说 七天之内无理由退货 可以无理由退货 好 七天之内 啪退货 哎 应该是符合章程的哈 但是后来这个店主呢 觉得挺冤 就加了她的微信还是怎么着 然后一看她那个朋友圈 发现呢 五一节呢 她跟她这个小姐妹们出去玩啊 穿着这个衣服 有照相 说 哎 你穿了 好 这就弄起纠纷来了 网上好多人还骂这个女的 说你没见过这么鸡贼的哈 你怎么知道我没剪掉牌呢 但是这女的说 难道不能试穿吗 难道不能试穿吗 我试穿才知道不合适啊 对吧 我过去买那么多我也没有退啊 对吧 反正是 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忌忠忌啊 就是 好 这个事闹起来了吧 另一个开淘宝店的 自己还设计衣服的 一女的 本来挺同情这个店主的 这是义愤天鹰 经常碰见这种客人哈 就是无理由退货 我点进去看看 他一看 哎 这个裙子怎么是我设计的 哈哈哈 又涉及到一个那个店啊 那个款式 他投诉说抄袭 哦 他的设计 你说这点热闹吗 那这事情结果怎么样 后期还是可以退货嘛 就在争啊 就在争啊 有些这个网友就在说了 就是说你这个恶意的这种 他们往往选择就是你要是恶意的 就给你拉黑了 可是你知道现在有的女的 哎 我发现他还有一个顾客就说呀 说我们公司有个小女孩 她甚至是这样 我买了七天 穿七天 退回去吧 然后你给我拉黑了吧 拉黑了我借义军的账号 又买 到最后搞得他们办公司账号都给拉黑了 谁都不肯借给他 这种事情凡是只要有退 这种无理由退货的地方都一定会发生 不只是中国 比如说我很记得 我90年代头的时候 我不是还在美国有一小段时间吗 你知道美国的中学女生啊 中学生男女 他们快毕业前有个舞会嘛 叫Prom 那么那个Prom那个舞会那天呢 就一平常就T恤牛仔裤的学生们呢 会穿得特别隆重 特别漂亮 尤其女孩子要选一套 见得了场面的那种正式一点的服装 然后那套服装呢 他们要去买的话 你想想看 就等于你几年 钱里面你就穿这一回 你不用去买 所以他们怎么办 我看到非常普遍的现象 就去百货公司买 买了之后 穿了回去再退货 因为美国是很多地方都是这种无理由退货的嘛 而我就打听了一下 那些百货公司怎么面对这个情况 他们说 他们都知道 那段期间 凡是来的这些小女孩 一定都是这么干的 九成会这么干 但你能怎么样呢 你不能怎么样 因为他们算的就是说 如果你公司整体政策是这样的话 你不能有任何例外跟改变 或者时间性的改变 或者对象性的改变 要不然你还会被告歧视 对不对 所以他们是连拉黑都不行的 那所以只好公司的做法是什么 把每年这一段期间的这种事件 当成是例行的损失 它背后有另外的计算 因为这种事我们在美国六七年干不小 坦白讲 当留学生玩 你这个看着就挺新的 明天就退是吧 我们那年代我买最多是什么呢 我留学生买电器用品 比方说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方便的扫描器 我们要买的扫描器那些东西 买就自己回家scan scanner scan完扫完了 就两天三天 还有那种电子用品 做最多的 他们完全当然你就合法 我们偶像还十天之内 还是两个礼拜之内可以退 后来知道说他们的计算是什么 因为这是行规以后 就是你不这样做的话 一般他就觉得说 你一定是自己心亏 你的商品有问题 所以你卖了就算 假如你是好的 你怕我们 不怕我们退 所以假如你不这样做 第一个 你的商欲受到选择 形象不好 形象不好 生意就不好 那第二点更大的考虑是什么 就像做保险业 保险业的计算是 所有人一起算 对啊 他可能用着一万个顾客 十万个顾客这样算 所以我一定能够赚回来 所以他们的计算是这样 为什么呢 你来买的东西 我也试过 买的时候准备用了七天就退 可是我七天后忘了 到第八天就想起了 到最后 砸熟练了 就还好有你这种客人 我本来不买的 结果我就买了 另外是什么呢 我也本来没买的 买了用了 觉得真的是好 真的是适合 那我能够负担分期付款 我就买了 所以他整个是完全统计学面 行得通的